你的另外一半是屬於 哪一種類型的婆媽呢 來... 玉童 我要來聊一下 就是我之前某一任男友 他就是我多管閒事型的 他好講之前某一任 通常都是講孫協志 沒有 不是啦 協志哥是不是也有一點點 婆媽 沒有... 他不會 他是貼心 協志哥跟我講話 他一直這樣子跟我講 對... 小號我跟妳說 對... 他才不會這樣 他也一直很讓啊 怎樣 錄影前你在坐我旁邊啊 韻哥 我跟你講喔 不能卡出去喔 我跟妳講喔 五六不能亡 對... 現在這樣每個都很婆婆喔 不要再堅持喔 他們就是在跟我講 那個王少偉一次 我跟妳說 為什麼是王少偉是不是 對... 因為這些婆媽 王少偉堅持不肯同台 祕密 待會兒再說 他... 來 前前前任男友 對啦 之前就是這個男朋友 他就是多管閒事型 然後我覺得平常 就是你要熱心住人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有一次 因為我剛剛去日本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在 我們在那個地鐵站的時候 他就發現有一個女生 背著側背著包包 但他穿著短裙 然後走著走著呢 那個裙子就被那個包包整個這樣 夾住了 對 夾住了 就開始有點往上 有點往上這樣 那時候我那個男朋友 他就直接衝過去 就... 嘿... 呃... 然後他就比 然後... 對 然後弄他的... 就指他的腿的地方 然後那個日本的女生就嚇到 嘿... 這樣子 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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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就以為我那男朋友是變態 對 這樣就好像被嚇到 對 然後當下... 因為是他... 那女生先尖叫 就有發出聲音 我們就是... 我跟同行的朋友才往那邊看 想說你在幹嘛 因為我們同行的朋友 他是在那邊住 他日文就很好 就幫忙解釋說 沒有啦 他是說你的裙子怎麼樣 什麼...的 然後那女生還很不靈心 因為他就覺得我那男友 應該就是變態 他還說 就不關你的事 然後就這樣就走掉了這樣 就很...他就很不高興 可是我就覺得 你其實有很多種做法 對 你可以跟女生說 就是女生來去提醒女生 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所以衝動型的多管閒事 就是找麻煩 就是狠婆嘛 最好的方式就是 就不要理會這種事啊 沒有 就是你可以提醒 你這個就是以前那個順哥 跟我講過的故事啊 什麼故事啊 什麼... 公車站啊 那個有一個阿伯喔 親眼看到一個女學生啊 背著書包 可是他裙子被屁股吃進去了 他這樣子... 那是困難嘛 萬一這樣進學校呢 不是被...被笑 對啊 阿伯就好心 就偷偷他媽媽後面 然後... 結果那個女學生說 阿伯你幹什麼 阿伯說... 你不喜歡拉出來喔 來... 他幫你... 阿伯 所以好帥喔 好歸屍喔 阿伯 愛管錢是不是這一個 搶也要 就我們有一次騎車去淡水 然後騎到一半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小男生 他就在路邊休息 然後他就在喝飲料 喝完之後他就隨手一放 他就要騎走了 這時候陳日強經過 就叫他說 小男生喔 對 他叫那個小男生說 你給我回來 你為什麼垃圾沒有帶走 那小男生就覺得就無所謂啊 就這樣看著他 他就說 好MAN喔 帥耶 然後我就覺得很尷尬 蛤 我會覺得很尷尬 我會覺得關你什麼事 不會啊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他要教育小孩 做教育小孩 有禮貌 可是我那個比較感情 才發現那個小孩的爸爸是黑道 那慘了 拿槍去你家 放在桌上 來 你幫我拿去丟掉啊 怎麼說你喔 好壞喔 好可怕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彩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